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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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教育人生 我是高维旭 在昨天之前 你听到的分析都会告诉你 好像不买股票 就会后悔 没有任何 偏空 应该要做偏空的动作 可是今天 你大概去看一下 昨天请你吉利做多的分析 投资建议 今天应该会做180度的改变 会告诉你行情 要崩盘了 要跌了 因为今天目前开低走低 跌了119点到120点 我说过了 你交易 每天都存在的风险跟机会 所以 你看着分析节目必须要有连贯性 一致性 而不是看涨的时候 用情绪化的字眼 去诱使你好像非买不可 然后跌的时候 才跟你讲又跌 然后又告诉你好像又开始要大跌了 交易永远都是要平常情绪做交易的 行情路况 我一路给你报告 在4月12号 盘中给你报告 在lighter上面给你报告 行情路况往下 后来这一段上去 我说是政治性买盘 行情路况 依然是往下的 我跟投资片有报告 你要做合影的交易动作 是减码卖股票 而不要等到长黑的时候 你才要做动作 现在交易是很复杂的 在4月12号 你有卖股票 即便行情路况往上 很多个股它是下来的 包含什么 6141它是下来的 3708 上尾投扣是下来的 9958 四季缸是破线下来的 你不是今天才卖股票 因为你今天卖太慢了 真的太晚了 那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举例四季缸 1月3号买进 加码加码 4月12号卖掉 先避开这一段吧 1月3号买进四季缸 利空出来 当天加码 下跌的时候加码 2月22号再加码 买完之后上去 4月12号 4甲乎利除清 3比投报率 投报率绝对不会是重点 重点是动作 重点是动作 都有证据的 卖掉 下来 能不能再买回来 当然可以再买回来 所以投資朋友说 这个操作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 好像刚开始跌对不对 你看大盘好像说今天 今天感觉是刚开始跌对不对 没有啊 个股在4月12号 就先走啦 就先跌啦 所以操作难度 越来越难 我预测5月份的难度 绝对比4月份更难 今年的操作难度 比去年更难 是我在今年一开盘的时候 开春的时候 我就跟投資朋友做一个说明报告 事后验证 但是目前来说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你看鸿海 打到4月12号 的位置 为什么打到4月12号 因为这一段是情绪化的脚椅 不理性的 所以它下来 下来才算是合理的 因为最终它反映公司的基本面 跟未来的产业 不是如此吗 看我的行情路况重不重要 你看喔 现在下跌126点 你今天看到的分析都会告诉你 要往下了 你看这分析会有两种 一种是今天跌下来 才跟你报告要往下 一种是早就告诉你说 我跟你讲 这一段行情 我跟你讲 如果不跌破哪个位置 你就偏多操作 然后往上看到压力的时候 你要注意压力 你之前看到所有的分析 有一种分析的 事实上要告诉你 所以它今天会告诉你说 今天往下跌 是它之前跟你报告的 在支撑的时候跌破 你就要小心 投资朋友去想一想 这个分析它说的一定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它只是在分析 它没办法做交易的 很多个股 真的是在4月12号 见高点 4月12号 见高点 我请你不要去追价 昨天我给你报告了 1476 五虹 平台真理 我请你不要去追价 要卖股票 你看今天 会不会帮到你 如果你先去追价 今天会不会帮到你 82110 请你不要去追价 隔一天 几乎吞掉了 昨天 前一天的涨幅 今天再往下 再往下 再往下走 有没有帮助到你 有 现在重点来自于 好 很多个股 你先大盘 先跌了一段时间了 你要做什么动作才是重点 为了你要做什么动作才是重点 我现在邀请 我Lite的朋友 或是你看我节目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在4月12号 以后 4月12号 4月15号 你有开始做 调节股票 空手 或者是 你卖掉大量的持股 保留大量的陷阱 投资朋友 我邀请你 把手续办好 跟上车队 我应该是唯一有人意的 可以带你在股票交易路上 知道什么时候该进场 什么时候该解码 什么时候该休息的人 如果你想想掌握下一波的机会 而且你又 听维续的建议 在4月12号以后 开始做调节股票的动作 现在手中有大量的先进投资朋友 我邀请你 可以透过Lite 跟我联系 你想要掌握下一波的机会 因为 下一波的行情 如果没有人带你做交易 你又会措施很多的机会 我层次邀请你 我不是每天都在邀请你 一定要加入我的车队的 在关键的时间点 我都是提醒你的 可是我很怕你一件事情 很多股票领先下跌 可是你不敢买的话 不敢偏多操作 你会很可惜 航行很复杂 就如同什么时候 我给你报告 来 这边 我在这里给你报告 9月26号 提醒你 航行路况见高点 航行路况往下 避开1200点 480点 先讲证据 没有证据 没办法 再说下去 对不对 9月26号 提醒你 短线见高点 好 当时我给你报告 航行路况往下 个股要偏多操作 掌握11月份 11月份 12月份的行情 当时我给你讲一讲 股票叫做什么 金像电 11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是不是给波段上去了 所以现阶段操作 就是这么矛盾 当然会复制 当然会复制 只不过 一样的东西 会在历史重演 下来 就是偏多操作 只是你要买什么股票而已 只是你要买什么股票而已 就是如此 操作难不难 很多个股先开始下跌了 刚刚讲了很多 这也是 是不是提早 提早 提早下来 4月12号 是不是提早下来 提前下来 不是今天才开始跌的 所以交易是一个很矛盾的动作 我现在真的诚心的邀请你 如果你之前有听维续的建议 在4月12号 有出勤股票 保留大量现金投资朋友 我邀请你 透过Lite 或是打电话进公司 问问 什么 什么时候 可以在进场 掌握下一波的机会 勇敢跨出那一步 你离成功 才会只差一步 行情每天都有 每天存在机会跟风险 一步一擂台 一步一脚印 每一步 都将是你突破 你交易人生的高点的 关键时间点 欢迎你勇敢的拿起电话来 拿出你的勇气 拿出你的决心 跟上维续的车队 我是高维续 祝大家操作 顺利活力满满 明天见 要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